我们最早谈的时候是 我说我觉得养生 我觉得养生的问题很重要 我现在说养生 就是现代社会 尤其现在疫情以后啊 这个大家都希望 有很强的抵抗力 有自己有很强的免疫力 特别人过不用说50了 过了四十五六岁以后 就这个希望就比较强烈 那么纵观这个主要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觉得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个就是很多人采取药物保健 维生素 一瓶一瓶的吃各种维生素啊 吃各种保养品啊 所以这个保健品市场也是非常繁荣 保健品这个生产仓也是很赚钱 另外呢就是体育活动 有氧无氧的体育活动 包括很多人常跑 晨练常跑 那么我在大学的时候一直在中场跑 那个那时候每天下午从清华跑出去 跑到这个清河镇 每个月跑一次香山 因为我们学校不是有一个口号吗 叫做为祖国健康工作的50年 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做八减一大于八 一到下午五点 大喇叭一响 这个每个教室里都喇叭嗡嗡响 你就根本没法学习了 都跑到操场上去 这个当时清华的大喇叭里头 播说 播送说这个同学们现在到了锻炼时间了 到操场上去 到这个校园里来 这个锻炼身体 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那个声音特别洪亮 反复播这两句话 大家知道 如果同龄人大概知道 清华请了两个人 播的这段话 这个丁玲你可能有兴趣 女生是谁呢 女生是杜宪 男生是张红明 我还真不知道 这俩因为 这俩是播的音 这俩录音的时候 因为我在校学生会呢 我帮着录的音 那都是新闻联播的两大大男嘛 因为杜宪的爸爸是清华的教授 张红明的爸爸是清华的武装部部长 所以这就是子女吧 让他们俩来 所以有的那时候高校说 哎呀你们的这个播出来的音都是 这个清闻联播的口气 那么大家就跑出来跑步 现在我有好多校友还在坚持跑步 东部还有些同学呢 还跑马拉松等等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是我个人觉得 包括我有些同学讲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了或者年龄大一点了 跑步固然很好 但是多多少少的习惯节损伤 对是 习惯节损伤 运动可能对年纪大的人确实不太友好 那么所以说到底静还是动 所以我最后觉得我觉得我推荐书法 书法是静的 损伤不了任何关键 但是它的心肺这种功能在习练书法的过程中 再加上我的那个学的那些功法就有受到很好的效果 写上一两个小时以后 这个耳聪目明 还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什么的 爱因斯坦讲 爱因斯坦讲相对论的时候 有人就问说 什么叫做时间缩短了 什么叫时间拉长了 那么我记得有一个学者开玩笑说 不是爱因斯坦讲的 是他讲的 他说爱因斯坦说 一个人和你最相爱的人待在一起的时候 时间就缩短了 时间过得特别快 时间就缩短了 那么好 我感觉 我在讲 还包括我 我教的学生都有这种感觉 写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甚至有时候写了三个小时的书法练习 感觉二三十分钟 就时间变快了 时间变快了 我在 我在十几年前吧 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品 有一个很重要的作品 要写给一个很著名的人物 等于有时间卡着的 希望我快点把这个作品写好 他要赶快挂到他那去 是诸葛亮的厨师表 我从晚上十点半开始写 我从晚上十点半开始写 这么大的字 书识表用一张八尺的纸 边踩了以后呢 立书一直往下写 就这么写写 整个写完了以后 准备盖章呢 一看外边天光大亮 已经到第二天早上九点 那都快十二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基本十一个多小时 没有任何疲劳和感觉 然后写完章一概以后 就去上班了 没有疲劳感 没有 而且觉得神清气爽 所以书法有时候 它的一些功效 你是想不到的 那么好 所以它的养生的功能有了 那么 我给大家讲 我和丁医生讨论 这个时间已经不短了 我们一直提的是 怎么用书法养生的问题 我刚才说到了 大家要提高免疫力 提高抵抗力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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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